阿里巴巴双重主要上市解析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昨日发出公告 宣布计划将香港从第二上市转换为主要上市 阿里巴巴于2014年在纽交所公开上市 之后于2019年11月在香港第二上市 第二上市的地位从属于在纽交所的主要上市地位 两个市场的股票完全可推换 投资者可以选择在任意市场持有阿里巴巴的股票 那么双重上市和第二上市有什么区别呢 双重上市Dural Primary Listing是指两个资本市场均为第一上市地 已经在美国市场上市的情况下 在香港市场按当地市场规则发行上市 双重上市必须遵守的规则与在香港独立上市发行股票的要求完全一致 双重上市的两个市场股票无法跨市场流通 股价表现相对独立可能产生价差 二次上市 Secondary Listing是指公司在两地上市相同类型的股票 通过国际托管行和证券经纪商实现股份跨市场流通 这种方式主要以存托凭证也就是第二的形式存在 对于二次上市的申请人联交所会采取相对宽松的审核标准 而且有多项豁免和优待政策 比如无需披露向关联公司提供的财务担保和控股股东做出的股票质押等事项 对于香港上市的美国股票 由于两地股份完全可兑换 加上港币挂钩美元 因此在忽略一些税费交易时间和交易成本之后 两地几乎是没有价差的 目前阿里巴巴主要上市的纽交所 其交易额占据了阿里巴巴股票的主要部分 根据阿里巴巴发布的公告中称 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头半年 阿里巴巴在香港市场的日均交易额约为7亿美元 而阿里巴巴在美国市场的日均交易量约为32亿美元 是香港市场的四倍半 知道了双重上市和第二上市的区别 那么阿里巴巴把在香港第二上市 转为双重上市背后的原因和利益驱动是什么呢 首先当然还是横更于中美两国监管部门之间 有关在美国上市公司审计底稿的分歧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也就是SEC的要求 所有上市企业都要向监管部门提供审计底稿 用于审计合规的抽查 但中国监管部门认为 部分企业的审计底稿涉及国家敏感信息 不能无条件满足SEC的要求 所以目前中美两国围绕审计底稿的问题 已经陷入了僵局并可能最终导致在美上市的 中概股于2024年批量退市 潜在的退市名单包括阿里巴巴 京东网易百度和微博等250多家中国公司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最坏的情况 在美国和香港双重上市的阿里巴巴 就可以转为在香港一地主要上市 这是阿里巴巴目前申请将香港转为 双重上市最大的动机 也是阿里巴巴应对最坏情况的未雨绸缪之招 当然在香港双重上市也有额外的好处 就是让其H股可以被纳入港股通 并获取内地海量资金的支持 在香港第二上市的股票按规定 目前不能被纳入港股通 阿里巴巴一旦在香港转为双重上市 那中国内地的投资者就可以通过港股通 购买阿里巴巴的香港上市股票 那么市场对于阿里巴巴的这个消息 显示出了非常积极的反应 当天阿里巴巴股价在香港上涨了4.5% 而港交所的运营机构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 有限公司股价上涨了3%以上 阿里巴巴的最大股东软银集团 也在东京上涨超过了3% 需要强调的是 阿里巴巴在两地主要上市的方式 基本上已经成为赴美中概股 主要的风险规避手段之一 行业普遍认为 在中概股面临退市威胁的此刻 目前在香港第二上市的中国企业 都可能会寻求在美国和香港 双重上市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Bilibili 也在3月份发出公告 申请转换为纳斯达克和香港双重上市 最终的生效日期为2022年10月3日 纳斯达克上市的再顶医药 也在6月底完成了 纳斯达克和香港联交所双重上市的程序 其他的一些中国公司 则在登陆美国资本市场后 选择了一步到位的方式 以双重主要身份直接在香港再次上市 比如电动汽车的制造商 小鹏汽车以及理想汽车 就是这种情况 他们可能是鉴于当时中美之间 就审计底搞着冲突 一直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 索性在香港上市的时候 就直接选择双重主要上市 就无需再像阿里一样 进行二次上市 转双重主要上市的程序了 这是有关阿里巴巴双重主要上市的解读 另外阿里巴巴昨天还发布了 2022年的财报 其中显示从5月31日起 蚂蚁集团的七名高管将不再担任 阿里巴巴集团的合伙人 其中包括蚂蚁集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景贤栋 首席技术官 宁行军 首席人才官 曾松柏和其他四人等 财报中还显示 从7月25日起 阿里巴巴与蚂蚁集团 同意终止数据共享协议 并将按双方向各自客户提供服务的必要限度 根据个案并依照 适用法律及法规协商数据共享安排的条款 除此以外 2023年8月13日起 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的支付处理和担保交易服务费用 不再适用于支付宝商业协议 由双方另行协商 这些信息都显示 阿里巴巴在从管理层到具体的业务运营 逐渐与蚂蚁集团进行隔离切割 以便与蚂蚁集团独立运营管理 与最终上市 好了 今天有关阿里巴巴的新闻解读 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观看 再见